让我们没有想到是这个弯曲硅谷渣男的男主居然回应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王七二老发了一个长文实锤 我给大家把重点念一下 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 女儿已经不能自主吃喝 我们老两口75岁 白天晚上一直陪着她 也没有人替婚 我们来到美国之后 第一次送女儿到医院住院 男主就让女儿妈妈陪 女儿当时就说 我好像被遗弃了 从5月3号女儿回家临终关怀到13号去世 男主除了晚上每天打营养业之外 很少来看她 5月29号追思会 男主作为女主最亲近的人 却始终没有发言 连最后的家庭制限都是同学代谢 女儿生前曾问过 是否要留钱给我们二老 我们就跟女儿说 将来男主一个人要当妈又要当爸 不容易就都留给他们吧 接着关于养老金 男主说是他妈不同意 理由是别人家才都是往下传 我们怎么往上传呢 后来西安墓店 男主也是说他妈反对 其实呢我们的诉求一直都没变 就是尽快的买墓地回过安葬女儿 兑现她承诺养老金和反证机票 就这三笔钱哪一笔不应该 怎么能是他说的无地动呢 但是机票男主只肯给美人3000块钱 差价呢还要我们自己补 最后呢竟然一分都不给 还动用了恶劣手段来驱赶我们 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呢 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 让我们很难以接受 孩子已经过世了快一年 仍然没有安置 他还时不时对我们恶语相向 甚至驱赶我们还够我们 在女儿查出未然两个月之后 男主呢就抛下他的挚爱 去佛罗里达散心去了 5月13号女儿去世 我记得是7月20号到32号 他让我们陪伴孙女去纽约旅游 我们对他的再婚呢毫不知情 等我们回到家 才得知新人7月24号就到了 在21年7月以后呢 他还和他的新老婆 几次出门远游露营等等 把孩子和宠物呢放在家里 都是我们看管着 每天早饭都是我们早上六年起来做 甚至他们的饭菜 也很多都是我们做 他在家里还装了不少摄像头 现在说怕我们下毒 他这都能想得出来 7号4月7号的 家暴新人令诉讼结束之后 墓地和机票的事情 能够遵守承诺尽快解决 我们能够早日带王女回国安息 听完啊可以说是特别扎心 当然我也说了三军男尽量做到客观 我们再来听听 男主是怎么变 咱怎么澄清的 首先呢他说这个年金 是男主的提议 没有具体金额 所以无从记警 男主曾经提过养老的方式 就是按年给直到他们去世 但是这方式呢被这二老拒绝了 于是呢就没有算过总金额 这个王七的墓地呢 3月1号已经埋在了加州Santa Cruz了 并且跟那新妻子相识于交往站 时间是6月2号 认识9天后结婚 新妻子是7月26号抵达美国的 结婚之后呢 女方去父母家中拜见过 所以并不是父母帮助相亲的方式认识的 并没有婚内出轨 另外男主希望帮忙成心的事 还有那古纳茶出进下水道 虐待孩子 老人花光继续来美国 和老人从未要求做过商务仓 这些都属于不实传言 可以说现在双方的说辞出入还真是挺大的 那到底是谁说的对结局又如何呢 我们也只能等待4月7号之后的结果了